今年三月份中国暂停进口台湾凤梨 让农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农娘鼠对外积极开辟外销市场 那么对内则是欢迎民众跟企业多多认购 在内销方面现在创下亮眼成绩 达到7900公顿的成果 而其中就有13家银行 还有中小企业热烈响应 每一家都认购超过10公顿 农娘鼠特立举办感谢仪式 要谢谢这些企业们立体农民 知名通关五重奏布莱梅乐团 在台上吹奏优扬乐声 为仪式拉开序幕 为了感谢本土企业大力认购台湾凤梨 农娘鼠25号特地举办感谢仪式 在109跟108 这两年平均每一公斤的价格是20块半 在今年把价格拉上来在22块1 所以每一公斤反而比过去两年平均还增加1块6 今年3月1号中国无预警暂停进口台湾凤梨 严重影响我国凤梨外销 农娘鼠紧急射出三支箭 除了协助辅导加工品制造 更积极开辟外销市场 创下25000多公顿的好成绩 内销方面则达到7900公顿的成果 其中更获得13家银行和中小企业热烈响应 每一家都能够超过10公顿 我们捐到学校去让博中小学有好的水果当营养午餐 然后我们有捐到弱势团体跟一些中途之家 全国上下其行帮助农民度过危机 接下来也准备迎来凤梨世家跟莲物的产季 农科院特地成立好市连连预购平台 邀请企业和民众继续响应 用行动支持台湾农民 台湾水果干 记者陶玉轩张士奎冯浩宇台北报道